我这一次 终究开始来得太迟 错过了你 戴雨彤是近年来 在国内的短视频平台上 很有人气的一位新人 雨彤她本人的来迟 在互联网平台上 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她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 有两千万之中 防东的猫是在国内 非常有人气的民谣女子组合 她们清新的气质 还有邻家女孩的模样 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之前提到民谣的话 大概都会想到那些 比较生活市井可苦大仇深的 这种状态 但是唯独防东的猫 会让我们觉得很安逸 很享受 甚至是有点小确信和小幸福 当你看着我 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脱 还是没把握 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 还想的太多 还想你也在闪躲 如果真的选择是我 如果真的选择是我 我固执勇气去接受 不知不知让视线开始闪烁 哦 第一次我 第一次我 说爱你的时候 呼吸难过 心不停的想动 哦 第一次我 牵起你的双手 失去方向 失去方向 不知该往哪走 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 那是一起厮守 哦 第一次你 放在我的胸口 二十四小时没有分开过 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 那是一次直到天长地久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 还是你也在闪躲 如果真的选择是我 我鼓起勇气去接受 不知不知让视线开始闪烁 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 呼吸难过心不停的启动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 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对我 感觉你属于我 感觉你的眼眸 第一次就确定 绝不会错 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 呼吸难过心不停的启动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 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 那是一起厮守 第一次我 你深深的救我 想要清醒 却冲昏了头 却冲昏了头 第一次你 躺在我的胸口 爱是思想 是没有分开过 那是第一次我 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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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房东的猫 我是小黑 我是佩玲 大家好 我是戴雨桃 我非常地激动 然后因为我看到这么多 在电视上才能看到大歌星 很开心被称为歌星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 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天赐 所以我现在感觉就是 又不真实 但是又很激动 同时也非常地希望能表现好 这样的一个心情 刚刚的整个歌 我觉得氛围感非常的满 会有一种甜蜜的美好 在这个歌声当中 然后还有就是 我觉得天赐的声音 今年这个舞台上 多了很多自媒体上的歌手 我觉得其实现在 在自媒体上的音乐人 有很多很多优秀和出色的音乐人 然后戴雨桃 你来目前 我们都有看一些数据 其实你在自媒体的平台 有很多很多支持者 就今天到天色声音舞台上来 证明了自己 是一个可以唱live的歌手 对 然后我觉得 你的声音很好听 唱得也很好 谢谢 其实他自己的歌曲 其实有一首大家都很喜欢 来迟 对 你可以唱一下给大家 我相信看节目的 一定会想起它 好 那我们请雨桐准备一下 谢谢 我这一次 终究还是来得太迟 错过了你 似乎所有的故事 我酸 我酸酸好久 却聊得飘雅的事 最后也没能拥有 手心的指 我这一次 终究还是来得太迟 不该出现 不该出现 再加上一点说辞 这本就是我一厢情愿的固执 只是该如何忘记你的名字 不该出现 很熟啊 听过的 他唱歌是非常通透的 音色是天生 天生就应该是唱歌的人 谢谢 对于雨桐来说 今天确实有太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来到天赐的舞台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你很多 心目当中喜欢的歌手 那我想问一下 雨桐在你的音乐世界里面 让你印象深刻的第一次 我觉得可能是 我第一次拥有一家自己的钢琴吧 对 因为我们家 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吧 然后我的爸爸 他其实也是非常的辛苦 他最多的时候 一个人去扛过好几吨的那种袋子 对 然后就是我爸从小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别人是赚钱 你爸爸是苦钱 所以那一台钢琴是爸爸 通过他的体力劳动 对 他很 我根本不打算在台上哭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了 然后反正就是买了一架钢琴 突然有一天 因为我想学音乐 我到家一腿开门 有一架钢琴在那里 好 钢琴 他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 就是他觉得得上电视才行 我今天上电视了 非常地谢谢 谢谢老爸 谢谢 宇童 谢谢 宇童 谢谢老爸 哈哈哈 刚刚听到宇童这一段话的时候 还有他的这个故事 我其实感触还挺多的 就让我自己想到当初就为了自己喜爱的歌唱 然后在家里搞了好多雷射唱盘 因为那时候 大跌 对 因为家庭的环境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 就是只能用自己的一些能力去想办法组装 从模仿开始 然后到慢慢的有自己的一个歌唱的一个风格 我也觉得刚刚你在舞台上的表现很好 所以我希望未来的你继续加油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棒的 谢谢 我们来听一下毕晨 你的音乐世界的第一次 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我应该是第一次开演唱会吧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第一张专辑还没有做完 然后演唱会要唱23到25首歌 然后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翻唱 硬开那层演唱会是 就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 我来到这个行业里的梦想 我一开始特别担心做不满 很怕 然后第一首歌出来唱的时候发现 哎 还可以 后来就越唱越开心 然后就会很期待明年再开演唱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应该是我人生里面印象最深也最美好的一个片段吧 那我想问一下房东的猫 在你们的音乐世界里面 有哪些第一次让你们印象深刻的 我们俩就是其实已经认识十年了 然后我们组合也成立九年了 就是有很多的第一次 1718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了一首歌 然后那首歌是一首原创作品 叫《圆圆成语》 然后后来被特别多的人听到 然后我们也因此多了很多演出 所以我觉得那首歌对于我来说是比较特别的第一次 因为像是我们音乐世界的一个节点一样 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带来 也是你们印象中非常深刻的第一次 就是那首歌好不好 可以 好的 若一切都已云烟重远 我梦否连重遇你 再一次承认你 我说明 如果唱电影 我让我再一次 天梦里惊醒 我多想再见你 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 路灯下昏黄的街 越走越漫长的灵情 我多想再见你 至少玩笑话还能说起 就像初次落叶的初分 渐行渐允许的我们 谢谢 哇 她声音好好听啊 她俩一张嘴我就觉得好像回到了高中时刻 她们给我一种很淡的归属感 让我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听她们两个人唱歌 然后现在好像回想 人生最想回到了一段时光 就是高中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首歌 我特别喜欢 谢谢 你们两个人已经认识十年了 有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 如果过去了这么久 大家在提到房东的猫的时候 用的那些形容词或者用的那些感受 还是舒服 青涩 校园感 那我不知道 大家对房猫的这个印象 会不会已经越来越定型 就我们其实现阶段 有标签是一个还是算幸运的事情 因为这样可以让人家记住你 你们乐队成立十年了 那么下一个十年 你们还像高中生一样吗 这个可能是你们要想一会儿的问题 其实我们现在对自己的音乐是非常包容的 就是我们也各种尝试做不同的曲风和不同的制作人合作 去年的时候有发一张我们的EP 其实那一张EP是涵盖了很多我们想做的风格 就是也有一些舞曲 然后disco 并且我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 其实也会有一些变化 我们也会有一些跳舞的东西 就比较拙劣的那种 但是是一个开始 对 我有一个案例可以分享 我在十年前应该是跟大张伟是同一家公司的 那个时候全公司的人就在说 大张伟在台上这样唱歌 十年以后他怎么办 但是他今天依然这样唱歌 对 因为他喜欢唱《喜刷刷》那样的歌 嗯 开心的 那是他真的自己 所以不用去想说 那个时候高中生还是什么 就是你只要内心相信那个东西就好了 我觉得梁源老师最重要的那句话是说 他希望房东的猫可以有未来的十年 再走十年 再走十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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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请三位商量一下 在对面的五位老师当中 选择一位成为你们的音乐合伙人 所以三位 你们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 周深老师 周深一脸错愕 周深老师 我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 我有一段时间的微信头像用呢 就是他的一个表情包 为什么 你少管我 就是那个 我觉得你的性格我超级超级喜欢 很圈奋 作为一个歌星 被喜欢的性格 作为一个歌星又性格圈奋 在18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做一张专辑 然后有邀请周深老师做一个电台的采访 就我们记得周深老师有一句话 他说梦想只会被打压 但不会消失 反正就不是因为唱歌吸引的他们三个就对了 都是因为说话 好 周深在上一组飞行音乐合伙人当中 已经有了自己的音乐搭档 胡孟周 也就是说如果他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位的话 哪怕选择了 他也要在你们和孟周之间做接下来的再一次选择 有请周深做出你自己的选择 好了 我们来看看其他四位老师是否加入到我们的抢人环节 3 2 1 请揭晓 想师傅了 不抢 我也选择 不抢 不抢 来 凯旋哥 3 2 1 请揭晓 猫 房东的猫 房东的猫 因为去年来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点遗憾的 是因为当时的时候他们是跟谢春花在一起 然后让我二选一的时候我非常纠结 非常纠结 当时没选你们没有生气吧 不敢 不敢 不不 你看 生气了 对 他们是不敢 人家说不敢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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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希望说以我的方式跟你们一起表演一次 而且在你们非常舒适的情况下 同时还有点变化 好 这边已经抛来了橄榄枝 现在有请房东的猫二位 你们进行简短的商议 是否接受我们海权老师的 这个百分之百确定的邀请呢 如果没有加入的话 你们几率不超过25% 好 有决定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选择的音乐合伙人是 海权老师 恭喜房东的猫和胡外权 成为我们接下来下半场的音乐合伙人 接下来继续把难题抛给我们的周深 声声会如何选择呢 3 2 1 请公布 听我说 因为我要写的是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好冷啊 真的 好烦 对 首先我想说今天这个舞台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宇童是给我惊喜的 因为我听过你之前那首歌 但是因为我之前也选了胡孟周 我也很喜欢她的风格 就总之就是也不太好辜负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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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宇童 也要恭喜我们房东的猫和胡外权 成为我们接下来下半场的音乐合伙人 好